这条是新画的 这都是新画的 巷弄间走走停停 台北市长柯文哲视察他的交通改善计划 画绿的比画红的还有效 走在绿色人行道上 柯P越走越得意 但向道本来就狭窄 画设绿色标线型人行道 机车乱向也变多了 对逛街的人很方便 可是对骑摩托的人是 位置变小了 多多少少会担心会不会撞到路人吧 交通政绩有一好没两好 柯P把红线缩短 还多出了机车阁 因为画这绿线 奇怪大家都不敢停车 这个除了整齐 整齐比较干净以外 它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 侧后伤亡人数下降 柯P认为这样能降低围停率 让民众有更宽的路可以走 但事半区的居民也有不同意见 我们赚钱也没有赚很多 就连小巷子也要收费的话 对我们住在这里的住屋来说 我确实是比较麻烦一点 保路口红线改成收费机车格 打破过去自家巷弄 免费停车的习惯 柯温哲颠覆传统 进行大规模交通实验 视察时笑嘻嘻 市民感受用民调指数来反应 谢谢张凯亮卓一支NC小组 台北报道